Hello everyone 我們今天呢要跟大家吃過這兩包 可樂果啊 然後推出了這個 叫台灣系列的小吃 這是烤香腸口味 然後這個是烤米腸的口味 然後這是米做的可樂果 然後你看看這個順窩變比較大 然後這個是比較酥的 螺旋變比較大 腰下比較酥 使用台灣的米製成的 台灣的米都幫農308宣傳一下 然後後面也是有一些介紹 經典螺旋造型 然後加上比較酥脆的米香口感 還有米腸的風味 米製成的 在這邊可以看到 在之前我在小七有看到了 那最近小七出滿多這種 比較特殊口味的零食 像那個最近卡吉那裡出了這個 三星蔥餅的口味 那這是烤香腸的口味 那它好像不是米做的 一樣是豌豆酥 豌豆酥 那就打開給大家吃吃看 後面有些熱量的標示 熱量標示 它還比較暴力的開箱 所以這個很難撕 所以我就把它直接撕開 那裡面的分量呢 是算還可以的 大家都這樣 大家看得到嗎 然後它的Size大小 其實跟一般的滿像的 也沒有特別大 一樣啊 來吃吃看 玩起來是真的有香腸的味道 而且還有這種碳烤香 嗯 真的很像一般的烤香腸的味道 不過吃起來也是滿酥的 因為我自己也是本身買成吃可樂果的 嗯 一吃真的讓人家愛上 這邊寫的 一吃就真的讓人家愛上 然後兩個合起來呢 兩個合起來 這邊 這邊兩個合起來呢 就變成大腸包小腸了 四瓶大腸包小腸 還不錯 滿推薦這個新奇 你喜歡新奇口味的人來購買的 接著我們來吃這包 這包是那個 米腸的 用米做的 分量一樣 可是味道很怪啊 看不到嗎 看到嗎 它分量是滿多的 但是也是倒這一半而已啊 一半 然後聞起來的味道 其實老實說不太好聞 就是米腸的味道 你知道的米腸味道就是這個 啊 造型有點變很大囉 變比較大囉 你看 這螺旋變很大 那這是米做的 那吃吃看 這個看口味沒有很重耶 而且吃的出來是米 米香的味道 沒有 特別酥的一個口感 嗯 還是可以 還是保留有那個可樂果的一種 它的造型啊 嗯 還是滿好吃的 也是推薦給喜歡嘗鮮的人 喜歡吃大腸包小腸的人 可以推薦這個可樂果 那有的時候 如果 你看電影啊 或者是看電視啊 有種零食吃的話 會比較 會不充樂趣 就是跟大家來介紹這兩包 一個是香腸口味的 另外一個是這個 米腸口味的 喝起來就變成大腸包小腸 我根本就不用跑到市民去買啦 好不好 好 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影片 的話請記得 就下方一個訂閱 然後開啟鈴鐺哦 再給收到更多幸吃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